這是一個最後選前的政治操作 這只是一篇新北市政府的新聞稿 並不是新政府的認定 你如果真的是違建民文要發出來 我認為他不敢發 他要把老家捐出來公益信託 我剛剛突然想到 那這其實就跟我們末代皇帝一樣 普宜最後回紫禁城 他還要排隊買票進去 那京德未來要回他老家 他要派在其中一個 這樣回家 這邊是我老家 其實在我們萬華有那個 日治時期就在的寺廟 這一些都是在建築法規1981年 以前就存在的房子 當他發生跟主管機關 有一些認定的差距的時候 主管機關會開座談會啦 或是說你可不可以把家裡的一些 歷史資料照片 以前有過的哪一個單位 發給你什麼東西都拿出來 大家要討論他的事法性是什麼 沒有主管機關自己比空照圖說 我現在認定先不管 他有沒有偷移動 你怎麼可以直接認定說你是違建 然後那現在這樣子幾千戶 所有的礦區的這些房子 你全部都是用這樣認定嗎 你只要這樣認定一戶 全部大家會跳腳啦 全部的人都會嚇死啦 你現在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政府比照空拍圖 你就可以講說我是什麼就是什麼嗎 其實新北市政府現在還沒有認定 他只有開記者會 他沒有發公文 如果真的是違建 你要排報排拆 這個都有公文 你文要發出來 限期改善 我認為他不敢發 對啊 因為你一個文發下去 你這是每一個公務員蓋章要負責 然後你所有相關 所有礦區的 全部要一視同仁 也就是說最後 因為現在只剩18天了 他們想脫 這只是做一個政治動作而已 這是一個最後選前的政治操作 這只是一篇新北市政府的新聞稿 並不是新政府的認定 新北市政府的認定 他們不敢發嘛 今天怎麼發展成為是2004年的時候 賴清德欠佔國土 這個明明都證明了 你知道他們昨天怎麼說嗎 他說這個門牌跟房子可以不一樣 昨天包含也有學者是專門在看 這些行牌圖 空照圖 這些來講 其實新北市政府 他們判定是有問題的 因為那個位置有出現過偏移 而且不管怎麼樣 其實就剛剛菲利講的 這種事情一定是要派員到現場會看 然後要丈量 實際的見解 你怎麼可能說光憑空照圖 他應該有以前的見證人啊 然後對 然後他應該有以前的照片啊 昨天新北市議員張景豪就請了 有四五位齊老出來 九十幾歲都有 就見證 他們出來作證 賴父的老家就一直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的老家在這裡 甚至他們當年都認識賴草莖啊 這個大門是他們家的最經典的是 在這裡有一棵大榮樹 那棵榮樹賴清德五六歲的時候 曾經爬上去拍照過 然後這棵大榮樹是他大伯在他出生的時候 種的 現在還在啊 結果新北市政府說 這個房子有位移 以前這個房子不在 而且因為他已經 正前發表會說 未來等整個礦區 全部制度合理 制度合法化以後 他要把老家捐出來 公益信託 把做這個博物館 我剛剛突然想到 那這其實就跟我們 看那個末代皇帝一樣 就是說 溥儀最後回紫禁城 他還要排隊買票進去 賴清德未來要回他老家 他要排隊 要跟大家 其他可能有人 其他人參觀這個博物館 他要排在其中一個 然後再回家 這邊是我老家 只是溥儀那個是超大的皇宮 然後他是二十幾坪也要排隊進去 我們來看